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道让我熟悉的身影 不知道在梦中见过几次 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 眉宇间总缭绕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裂谷冰河边的影子 它死去多少年了 然而每一次出现在我的幻境中时 却始终让我觉得它还活着 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它站在我面前 安静地如同一汪泉水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我觉得心慌气短 就无法从半蒙半醒中挣脱出来 忘了我很久 它叹息着 宝贝夜风出亮的头发是满满的离奇 它的手暖暖的 像是抚摸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紫心 你的样子 已经印在我的心里 它舒展眉头 尽力挤出一个微笑 但那笑容背后 隐藏着难言的眷恋和永远 紫心啊 你可知道 我是多么地不舍 我等了那么多年 盼了那么多年 总盼还能再见你 我无法完全醒来 但是能清晰地感应到 它这一次出现和阴网完全不同 这一次它的阴容 它的语气 都带着一种生离死别的哀伤 紫心 去吧 这个世间天翻地覆 我依然懂你 它轻轻收回手 最后看了我一眼 低下头泪如雨下 我知道 你和过去不同了 这一切 将是诀别 紫心 不怨你 不怪你 只求你 以后偶尔 只是偶尔 还会想起我 它很不舍 好像把自己生命 从屈窍里硬生生赶走一样 它哭着慢慢俯身 摸了摸我的脸 猛然一闭眼睛 掉头就走 听着它的话 我知道 这是一次分别 似乎永远没有再见的时候 我心如刀割 连一动都不能动 浑身向下 像灌满签一样 它的身影没有再回头 从眼前走远 一直到完全隐没在无穷无尽的夜色之中 我像是现在一场噩梦之中 不断扭动身体使劲挣扎着 它走了 走得看不到了 我追不上 我没有再睡过去 在这种折磨般的痛楚间挣扎了很久 懵懵懂懂中 感觉有人不断地拍大我的脸 还喊我的名字 受到外力干扰 清醒过来很突然 一下子挣脱出来 眼前金大少和老年把他们的脸庞 我立刻站起身来 这条伸向远方的小路空旷了 我看不到灵灵的影子 手里扔握着那匹小桃马 此刻回想梦境中的情景 他身上的淡淡忧伤 也同时感染了我 诀别 这真的会是一次诀别吗 从今以后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握着小桃马 我百感焦急 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这匹青马 如今他已经到了我的手中 然而得到青马的时候 我仿佛又失去了很多很多 这个 或许就是爷爷曾对我说过的舍得吧 人的一辈子 都在这两个字之间在徘徊着 得到什么的同时 必然也会失去什么 我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但是 找了这匹马 通往自然天空的路 仿佛也清晰了一些 我把心中杂念全部埋下去 只要大和的安危 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情 小马区啊 咱俩交流交流 雷真人舔着脸 凑到我的跟前 伸手抚摸小桃马 说 朝天空的路 怎么走啊 雷真人已经给小桃马 留下恶劣印象 他满脸笑得和菊花一样 但是 小桃马 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们一边走 一边商量 走到河边 船只付近时 那股淡淡的草木香气 好像隐约还在飘荡着 小桃马嗅到那种味道 好像精神很多 身体两侧的羽毛印记 在微微发光 我心中动了动 把雷真人赶到一边 然后掏出一小块的国马腹 在小桃马面前晃了晃 很显然 这匹青马能够就范 绝对是玲玲交代过什么 要他指引我们 通往自然天空的路 雷真人一走 小桃马里就有了反应了 郭马腹的烟气 在缭绕着 马身上隐约显出两个字 我不认识 拿给老年吧去看了看 落水三千只取一瓢 你有空看看书认人字 不要总跟女人纠缠不情 俺长在老林子里 以前也不认字 都是自学成才的 老年吧 看看小桃马的字 就说 混沦 混沦 我意识到小桃马提示的线索 但是不管怎么想 都想不起 过去 过去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这是一个地名 或者是一个代号吗 让俺想想 老年把蹲在地上 苦苦思索着 过了老半天 他猛然一拍大腿 说 以前吧 俺跟个进山打猎的老猎虎老客来着 说打都是些老事 他说过 这昆仑山在老早以前 不叫昆仑 就叫混沦 老年把夜说 线索立即清洗了 小桃马果然指出一条名路 传说中的自然天宫 就在遥远的昆仑 那是一片被神化了很多年的山脉 爷爷说过 昆仑是天下龙脉的起源 是上古众神的居足 玄皇族鸟比 轩原皇帝 所处的年代更加久远 他的天宫在昆仑 心里一阵控制不住的欣喜 然而转念再一想 茫茫昆仑 他有多大呢 自然天宫隐没在昆仑山之中 该怎么去找呢 不过 目光转到手里小桃马的身上 就感觉踏实了一些 他肯说出昆仑 就必然会有指引 更加明确的路线 只要带着小桃马 一路走下去就是了 情况很紧急 一刻都不能等 马上做了安排 路很远 而且不知道中间会有什么波折 当年玄皇族鸟的坐驾 从自然天宫来大河滩 是从天际而来的 而我们要一步一步 靠双脚走过去 雷真人一听 要去自然天宫 哈喇子留得半尺多长 但是这货是绝不能带的 不然肯定要坏事 我想了想 别的人都不行 老年吧最合适了 浴室跑得快 跟那些兢兢怪怪的东西 又聊得来 做好打算之后 开始着手准备 这条路是一条 比去圣域更远的路 我们带了很多东西 那年头交通还落后 到青海之后 就没有可以依靠了交通工具了 一路无话 我和老年吧 在西宁这边落脚 已经找人打听过了 离这里最近的路 是从西宁到戈尔木的 咱们俩咋整啊 老年吧说 到那个什么 隔什么墓的 还有三百多里 不通车的路段 才到山口呢 咱俩走过去啊 先到了再说吧 我想了想 那段路 在当时的确很慌 除了靠两条腿赶路 可能没别的办法了 结果真的和我们想的一样 我们赶到戈尔木之后 只能步行朝南三百多里地 然后接近山口 好在平时习惯奔波了 这段路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最多浪费一些时间 我和老年吧 一边说着话 一边赶路 走了可能十多里地 远远传出一阵车子的轰鸣声 尘土伴随车轮飞扬 在空旷的野地里翻翻滚滚 我扭头看了看 心里顿时意紧 那是一辆 之前见过的平头卡车 老刀子手下人 有什么大的行动 需要运输装备和人员时 一般动用这种车子 真狠哪 从河滩跟到这儿来了 老年吧也认识这样的车子 但是车子离我们有段距离 看不清楚车上 到底是什么人 又有多少人 脑子里立即想起 先跑再说的念头 然而 这地方太空旷了 一眼好像能望到天际似的 我和老年吧 是两团很明显的目标 是根本跑不脱的 我们两个马上开始加速 但是 人的腿再快 总快不过汽车轮子吧 前后没过一会儿 那辆车封车电车般的 从后面追上来 飞扬的尘土 随即把我和老年吧 就淹没了 呛得喘不过气来 我的拳头随即捏紧 准备迎敌 不过 弥漫的起伏的尘土之中 我喊道 这车子好像只坐着 司机一个人 光当一声 车门一打开 从上面跳下一个人 在烟尘里咳嗽两声 揉着眼睛 冲我们说道 跑那么快 要去哪儿啊 这人嗓音是很洪亮的 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人 对方只有一个 我心里就安稳了 回头看看 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年汉子 脸上一层密密麻麻的胡茶 身上裹了一件 脏兮兮的军打衣 我停下脚步 当年岁数小 是从大河滩出来的 满身脱不掉的吐气 这样跟对方交谈 那汉子丝毫没有起疑心 我告诉他 我们是河滩人 趁家里现在不忙 带老人出来 到处走走和玩一玩 我爷爷 听人说啊 这昆仑山 不得闲吗 以前从来没来过 唠叨好些年了 我指认老年吧 对那汉子说 那年岁大了 再不出来就走不动了 好小子 有孝心的 那汉子自来鼠 咧嘴笑笑 就说 顺路上车吧 拉你们一程 我年纪小 老年吧 又是那种憨厚的人 汉子乐意帮我们 招呼我们两个上车 车上聊了聊 汉子叫王前进 是新疆那边 一个肯农师的 到青海这边办事 也趁机 溜到戈尔牧 去看看昆仑山口 好听别人说啊 一次没来过 这回咱也开开眼界 王前进 边开车 边跟我们说话 地荒车快 时间不知不觉 就过去了 转眼到了 晚上八九点钟 王前进就说 再看一段 咱们就停车 车里将就已久 明儿个 保准能到 周围一片漆黑 只有车子的车灯 在闪烁着 就在王前进 寻找合适的停车地点时 我看见 车窗外的黑暗之中 有一辆破破烂烂的马车 晃晃悠悠的 一个裹着破皮熬的老汉 拿着鞭子 漠然地转头 看了我一眼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您抬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